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嘉尔呢是白羊座 有一个人有问题要问你 我们来听一下他问你的这个问题 好 我们播出来给你听 白羊座的人一般都会在恋爱中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的特质 一 主动出击对方要有回应 如果对方没有回应的话就没戏了 二 占有欲比较强 甚至还会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请问王嘉尔这两条特质你有吗 好 王嘉尔 你会很明确的邀请对方 或者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 是这样吗 是的 哦 真的啊 你不是那种会绕来绕去的人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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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就还是我怕我没表达 就怕遗憾 嗯 我会说的 真的到那个点我觉得真的很喜欢的话 我会说的 嗯 就算你们两个人可能接下来要要去两个不同的地点 比方说一个人要去伦敦一个人要去纽约你也会说 就我觉得能不能实现这是一回事 起码我觉得我要把我自己想说的自己的感受 我希望谁说出来的 我同意啊 应该要说出来 因为我最近参加一个节目的录影 然后这个节目是辩论的嘛 那他当中有一个辩论的题目就是说 明天就是学好的毕业典礼了 然后你已经暗恋这个人暗恋了好几年 那毕业之后你们就会分开了 那你还要告诉他你喜欢他吗 所以照你的意思你就会讲对吧 首先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人逼了几年的这个情况 逼了几年的话 按照那个人的性格的话不如不说的 对对对 所以你的话你可以憋多久 你可以憋一个礼拜吗 那那那因为我要 这也会有一段的时间了 因为可能我到喜欢的那个程度 还是不是突然之间 你知道所以还是 没错要要有认识的过程了 对对对认识的过程 我才会去明确的说这件事 然后刚才这个声音说你的星座的第二个特质 是有战有欲 有吗 就是大男人吗 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你会觉得跟你谈恋爱的那个人是你的人吗 我的人那当然是我的人不认其他的人的人 我是比较某方面特别强势的 所以王嘉尔跟你交往的人可不可以跟你说说王嘉尔我虽然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不是属于你的 他可以这样讲吗 他可以这样讲只不过我不接受而已 他讲你有发言自由你自己说什么 OK就看你的行动有你的行为有没有合不合理的 我不知道你是说哪一点 对 明白吗 所以我会你具体的说一下我会问这个问题 你具体的说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我很热爱的工作 可是我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两点才能回家 然后王嘉尔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么晚回家的工作 那这时候我就跟王嘉尔说 王嘉尔我虽然跟你交往可是我并不属于你 我我热爱这个工作我要把握机会 我就是每天都要工作到两点才回家 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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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他这个思想我是统一的 如果是真的你喜欢你爱的一件事 你在追追求你的梦想的话 我很我很尊重 我很尊重 嗯但这个这样的心态跟思想跟想法不应该用 我不是属于你的这个字来去形容 ok 了解你的choice of words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ok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强势 我现在出击的有点狠是吗 哈哈哈 我还可以忍受可是我不是跟你招网 对吧我不知道跟你招网人受不受得了 好所以呃 如果对方也很把你当成是他所拥有的人 然后他就每天都会传比方 我们想想看好了 你你觉得你一天忍受你的女朋友传短信给你的次数是几个 顺其自然吧 我觉得顺其自然 20个没有那么有规矩吧 没有那么有规矩啊 可是你如果碰到一个很爱传短信的人 然后你真的每一通都要回吗 还是就会跟他说说 说 baby 我每天只要一则短信就好了 可以这样吗 我觉得自然吧 嗯 自自然自自然点吗 ok 所以如果他喜欢多一点你就配合一下 可是你也会适度的提醒他说 也许有时候不用那么多 我不知道要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如果有的话就可能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老实说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应该理性的去做呢 还是跟他就是这个节奏去走呢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呢 你觉得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啊 就是要看当时的状态 有的人在他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需要你每一次穿短信 你都立刻回答他 可是等到你们已经很稳定了 也许你就可以跟他沟通说 你在忙的时候 希望啊 等到很稳定的一天就是一个 good night good morning good night 这很可怕对吧 对好呃 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好了王嘉儿 就是 如果你交往的对象 今天烫了一个头发 结果烫坏了很丑很丑 然后他来跟你哭说 我的头发烫得好丑哦 你会怎么说 我会马上去那个理发店说 what's happening 就是什么发生什么事 你要替他去主持正义啊 不是 我只是说发生什么事 这是 这是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吗 还是你帮他设计的 你你怎么可以 你这样子 王嘉儿 你这个反应就是让你的女朋友知道说 你觉得他烫得很丑啊 不是不是 首先我会不管好不好看 我先去那个 理发店会觉得 这是你帮他设计的话 还是他自己本人想的 我是不是有点太理性了 不可以这样 疯了 怎么可能 你如果为了这个事情 还跑去理发店 跟人家理论的话 也不是跑去打个电话 你是要追究说 是不是他的审美出了问题 对吧 帮自己设计 这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帮他设计的 还是他自己本人要的 对 好啊 他要的 他要的 那我想问 他肯定会有参考的图片给你的 你给我看一下那个图片 好 他给你看 我再看一下 OK原来原来是差不多的 OK 那我就 我会跟他说不错啊 不错啊 不错啊 怎么了 OK 你前面查了这么多 你再跟他说不错 还有个什么用啊 他已经崩溃了吧 我不知道 好王家人 我们两个现在要一起被问一个问题 是跟结婚这件事情有关的 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问题 结婚跟恋爱不一样 结婚以后天长地久的生活 意味着每一处缺点都会被放大 我们看见彼此的丑陋 渐渐的衰老 以及跟恋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家长里短最终一地鸡毛 我们的婚姻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康永哥和佳尔 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好 黄佳尔 这个问题的来源呢 是因为不管在你所主持过的节目里面呢 或者我所主持过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都碰到了一些人告诉我们结婚这件事情 其实挺冒险的 就是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所听到的所有关于结婚的美好的描述呢 等到真的结婚了之后 多多少少会发现怎么长得不一样 所以就跑出刚才这个问题来就是 如果结婚这么恐怖的话 那大家怎么看待还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回答 我觉得爱情结婚也好恋爱也好是一个很长远的一条路 是要到衰老白头到老的 然后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有很大的责任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是需要双方的努力的 因为我觉得人在跟对方久了以后或者熟了以后 自己都不知道的状态下放松自己 然后或者越来越不在乎 或者会觉得应该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结婚以后会跟想象的不一样 也有可能也是刚才我说的 你在一起久了 你就会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放松 你就很多想法就无所谓了 就没有那个保持fresh或者保持 就你的努力会慢慢减少 因为你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应该的 这个其实对其实无论是结婚也好好朋友之间也好 跟任何人的关系之间也会经常出现的一点 加尔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都忽略的 就是我们久了就会把事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就忘记那个是需要努力才会得到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在一起认识很久的好朋友 其实他们渐渐会把彼此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而不再很固定会去表达 明确的表达关心对方这件事 我觉得那个很可惜 就是如果跟你交往很久的朋友 却感觉不到你还关心他 那个感情一定会渐渐的变淡掉 然后刚刚加尔讲的就是婚姻中的人也是一样 你那个紧张感是一定要一直要一直有的 就是有的人把它讲成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最可能让你们依然保持新鲜感的 是你们都还在学一些东西 而且你们学的东西会让你们散发出新的气息来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王加尔这种很爱努力的人 当然没问题 可是有人就会觉得他结婚后就搞定了 就想要躺在那边 不要再做麻烦的事的时候 其实那个婚姻一定会走向一个很僵硬 越来越沉闷的局面 因为就没有任何事情在发生 就很多人靠生小孩 就会发生很多新的事情 那他们就可以处理小孩的事 他们一开始觉得 结了婚了就搞定了 这样的想法 那其实不结婚 他一个人在这里躺着不是更舒服吗 不是更合理 不是更舒服吗 有的人觉得结婚是一个搞定了的事 我觉得是一个幻想 就是人生其实没有哪个阶段叫做搞定这件事的 就是每一天你都得处理每一天的事情 没有什么今天就搞定了 以后所有的事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我一直劝大家不要把结婚当成是一个阶段 就是结婚还是跟之前一样 他就跟王家所说的那就是每一天 结婚也好没结婚也好 你过的就是每一天的生活 你要躺在那边不动的话 你不结婚也是躺在不动 你结了婚也是躺在不动 他就是不会有事情发生的 我也觉得哥 那个结呃 你刚才说结婚努力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除了结婚 其实对家人也是一样的 嗯嗯 因为你看家人爸爸妈妈就一辈子从出生那天到现在 也是有很多小时候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应该的 也不是应该根本连应该都不会没有没有想过那件事情 对没有想过 因为觉得就是这样的 对 其实比如说把我们养大 然后呃 送我们去学校 送我们这个买衣服给我们做这个做饭给我们做一件一件的事 我都会觉得 哎这这不是应该的 而且我觉得是应该需要去感谢的一件事 是啊 如果一一旦是应该了 OK 但理所当然的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你很多其他不应该有的想法就会越来越多了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 刚才家人也好 然后你其实结了会也是家人了 对吧 所以然后情侣也好 感情也好 爱情恋爱也好 人跟人之间的关心也好 每一件事不一定要是这样的 人家不一定要这样做的 所以人家也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既然人家还希望更多的去 嗯 想一想对方做的事或者对方的付出 我觉得也是应该想一想 嗯 我以前听过别人建议说在约会的时候 其实最值得观察的就是你所约会的这个对象 他对于你们在约会的时候来服务你们的人的态度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你是可以观察一下你正在约会这个对象 他对于任何人的态度 因为那就是刚才王扎尔说这个 他有没有把别人对他好这件事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如果他能够体会到别人对他好 是值得在意的值得感谢的或者是起码放在心上的 那你觉得这个人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也会比较在乎 要不然他是很容易就把发生在他生命中的好事情 就越来越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而忘记对那些别人努力过才带来的东西 除非你们是一个生意或者工作的关系 那就OK I get it 但是这个感情或者家人我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方并不是你花钱请来工作的职员 他就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人 听了王家尔的分享 你对爱情和婚姻怎么看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 打开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酷我唱听 收听十二闪窗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